Shi 還有一個下面的卡順 我們來看他要做什麼決定 我是覺得這種有Showdown Value 因為Shi 應該是會選擇Check 那如果是一些 比如說 開不了牌的 比如說一些 Khi 或者是什麼 這邊這3B底色也沒有什麼開不了牌 然後可以跟Flop 就是一些沒有開牌價值的牌 那這個合牌 來了張K 在這裡 Kenny 暫時 他是能贏下底次的玩家 是拿了一對4 可是Kenny現在 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領先 485 485 抱歉,What's the bet? 485 那這裡下注485,000的基本牌 他選擇 Dance Smith他選擇 在 Priva抵抗這個A4 然後在Flop 有抵抗這個A4 那Kenny這個下注尺寸 是很有可能讓他的A4 會選擇跟注 對他來說是非常的便宜 那確實在這邊 Kenny拿了一對4 是最小的 也是這面上第4個對峙 做了一個架子的下注 然後被A10還跟了 真的是靈機移動 非常厲害 那這邊我們Bren Kenny 又拉了一點距離 這邊看見他現在當忙住 是138個 然後Timothy Adams 48個 然後Dance Smith現在還剩14個 幾分牌 是83萬 然後呢 暫時忙住級別為3萬 6萬 前注6萬 那大家有問我在昨天 這桌上我最喜歡 最看好的一個玩家 我說的就是Kenny 我覺得他的 他的打法非常好 跟一些職業玩家打的不一樣 對 他有一個他自己的一個 對 他把這個打法叫稱突飛打法 突飛打法 對 人家有 我就採訪過他 他說你會不會用優勢打法 他說不會 我用的是突飛打法 這我覺得是學不來的 這個是他一個天賦 對 就好像 與生俱來的 有那個swagger 這個是天賦能力 那這裡莊家衛 Adams 加住K9 然後呢 Smith在這裡拿到了 勾6童華的牌 選擇了跟住 那這裡發出來是K83的面 這裡Adams 他已經中了頂對 那這裡大蠻威的Smith 是Go High 選擇過牌 好 好 Adams 選擇下週 八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這裡 Smith 只有後門花的機會 那這裡選擇跟住 八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這裡轉牌是個6 在這邊我們看見 Smith中了一對6 然後兩位玩家手上都沒有黑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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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轉牌是個6 Smith中了一對6 然後 然後呢 這裡 這裡 Smith再次過牌給Adams 好 這裡 Adams 選擇下週 三十萬的積分牌 那 也就是 是 Smith 後手 三分之一的積分牌 那如果這裡 Smith摳的話 他有可能會在合牌 面對一個 對方打 ALL IN的情況 這裡 這裡 然後 Smith 放棄了底牌 Adams順利拿下 那在這一手 我們看見 Smith又再次 損失了一些 積分牌 OK 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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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眼線 坊 那這裡我們看見Dan Smith現在是積分牌 15個大忙 也是排第三的玩家 雖然Smith現在手頭上只有15個BB 可是 真的 什麼事情都很難說 一個翻飛就30BB了 就會非常的好打 謝謝 這裡6童話 這裡是一個button的一個open的一個正常的範圍 那這裡Adams拿到gojo 在打盲位 基本上像如果是我在button的話 所有的Q、K、A的童話我都會open 那如果是go的話 go5童話以上我也全部都會open 所以在button玩的手排範圍是非常的寬的 那這裡看見Adams選擇gojo跟著了 我們現在發出來是6-4-4 Kenny真的是運氣好 對,這Kenny他可以不停的中隊子 那在這10長排的情況下就是中隊子是挺不容易的 那我們看見短排情況下 你中了兩隊都是很頻繁的 那這裡我們看見Adams go拍給Kenny Kenny下了一個18萬的順利拿下底池 那現在場上我們 那Smith應該要積極的尋找一個可以翻倍的機會 好,剛講完就來了一個 可以翻倍的手排 那88我覺得這個排力有點太強 我覺得應該 不至於可能會直接o-in 那有可能會選擇open 然後被o-in當然就跟了 那如果他選擇直接o-in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選擇一個最小的一個家主 選擇一個最小的一個家主 那基本上88大概是前 前6%的牌 啊,Kenny要o-in了 那如果Kenny這把A8在中S的話 就真的是天選 兩個人的排力都非常的強 好,現在我們的Smith的手排是壓制我們的Kenny 謝謝兄弟 我們的Ivan6% 看起來很像黑社會老大私底下卻 非常 非常nice的一個 馬來西亞的玩家 也是去年我們亞洲GPI的第二名 OK1%就贏 喔喔,我們 Kenny 在對手集中了三條後 還有一個後門 同花的機會 哈哈哈哈 今天Kenny的運氣真的不差 我們看一下盒牌 喔喔喔喔喔 這個真的是 這 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都笑出來了 這 幸運女生今天是站在Kenny這邊 然後呢 加上牌又打得非常好 那就是很難擋住 她今天有可能是我們主賽的冠軍 平常打都打不遠 運氣這麼好怎麼辦 哈哈哈哈 他們在數什麼 呃 喂 我們不是看出來是Kenny贏的嗎 他們是屏幕顯示錯了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屏幕上顯示的一個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 剛才好像是太 想看見 那個 方塊 出來的 的原因 並沒有看見葫蘆 所以這裡實際上是 Smith做了一個Double 我只能跟觀眾說非常抱歉 我們居然犯了一個這麼低級的錯誤 我剛剛這個第一時間 沒有注意到有葫蘆這件事情 對啊我們兩個都沒有看見 希望觀眾原諒我們這個 做了一件這麼不專業的事情 我剛剛這還以為是 這還是以為是Kenny贏 對 這邊盒牌是出來的方片四 對方片四 對方片四 對那張方片四 不是 啊 Kenny的Alt 而是 Smith的Alt 對啊因為那時候我在看為什麼盒官在數他籌碼 對 因為那個Kenny應該是遠遠Cover Smith的幾個牌 我以為是顯示錯誤自己搞錯了 還好我們不是坐在桌上Kenny 然後自己開始就是跳起來 哈哈哈哈 然後開始慶祝 那會更尷尬 那我們這裡看見現在Smith 幾分牌翻倍為大概30個打盲左右 那這裡Kenny 專家為拿到7.6的牌加注到135,000 那這裡Kenny 那希望觀眾朋友們可以原諒我們 我們這也是第七天幫大家帶來的解說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進入了這種 嗯 什麼狀態 你可以 你可以形容一下嗎 哈哈 哈哈 那我們這每天都是給大家帶來12個小時的直播解說 好 我們這邊有一個雙方看起來是要對決的一個手牌 那如果Adams這邊加注的話 Kenny應該會3B 然後 應該會是一個 在翻前打完的 手牌 那我們的Adams選擇Limp一個S Queen 那我相信Kenny一樣會保持他的策略平衡 加注一個4個盲注 那這裡看見Kenny選擇再加注為255,000的幾分牌 好 好 好 這邊秒根 他有Paketans 哇 Adams這邊算是也是個原家牌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Adams 如果籌碼翻倍的話 那今天會更好看 因為大家籌碼就變拉根進了 那如果我們的Kenny贏的話 就會進入我們的單挑 那這裡Adams希望看見任何A圈 在我們這個翻牌面 那這裡確實出來張A 這裡是AK勾的面 現在任何圈是會變成Kenny的Alts Full House 那現在又多了兩張屎可以讓我們的Kenny變成Full House 現在我們觀眾朋友們都相信我們這是直播了 還不是錄播 對 絕對 絕對是 絕對是直播 不然我們 一定會把剛剛那段剪掉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人生很大的汙點耶 希望大家不要把這段影片傳出去 真的是非常抱歉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的Adams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Double Up 他剛剛是240萬 所以現在 Kenny跟Adams的兩個籌碼現在又變成 大概都是500萬左右的籌碼 大概都還有90個大碼 現在我看到 Kenny的臉有點微微的發紅 應該是有一點 上頭了 這把怎麼沒有把對手給清掉呢 清掉對手就是 一對一的單挑 而且會有一個超級領先的巨籌碼優勢 看來今天還有得磨 這有時候沒有辦法在後面階段 這投硬幣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碰過玩家們在跟我投硬幣的情況下 跟我說了一句 我投硬幣很厲害 專門專業投硬幣 投硬幣 投硬幣 那這裡現在 Timothy Adams 暫時還是排名積分牌 第二的玩家 然後手持85個大碼 大家跟Kenny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籌碼 之前我有遇過一個玩家很有意思 他跟我講說 打德州撲克最重要的牌是 7 我說 為什麼 他說因為 他跟我解釋說 7是 一定會來的 是中間的牌 那為什麼會中 他說 因為他們自己有一天在家裡 然後用人工發牌的方式 大概發了好像 50把 然後發現 自己做統計 然後說 7 中對子的機率 還有勝率非常的高 這也太好笑了 我就說 為什麼不用電腦報 樣本數應該會比較多一點 50把沒辦法 呃 不是一個很詳細的一個數字 對 不夠精準 那這邊 我們看見 莊家衛的Adams 拿到K圈 加助到16萬的幾分牌 Smith 選擇跟住 用A6童話的牌 360 抱歉 360 現在你給我一個資訊 我開始是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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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Adams 這邊有一個頂隊 帶一個 方片 K 算是在一個 翻牌算 是一個比較潮濕的一個結構 可是 牌力還是非常的大 那加上 Smith又是一個 只有25 26個大忙的狀況之下 應該是會選擇C-bet 如果對手的籌碼再深一點的話 也許他會把這個C-bet 拿到TUN 再來做決定 那因為像在 集中頂隊的這種狀況 那在對手只有20幾個大忙 就算是 Bet-trick race打完都算是一個 很合適的一個 的範圍啦 那如果隊友籌碼深一點的話 可能會 威脅到他後手的一個籌碼 所以他們可能會 打得比較小心 把 戰線往後拉 讓TUN跟River 再來做一個決定 畢竟Adams還有一個 位置的優勢 那這裡專家位 Kenny拿了K-9 加入到13萬5千的幾分牌 那這裡大忙位Adams 我們看見他拿到的是K-券通話的牌 K-券通話 大概是千百分之十五 那在三位玩家在桌上的情況下 這K-券是很強的牌力 K-券是百分之十 K-券通話才是百分之十五 那這邊他跟著是三萬五千的幾分牌 那這裡發出來是勾勾八的面 在這裡Adams過牌給Kenny Kenny也選擇了過牌 那這個轉牌來了一個二 那這兩位玩家這分牌 都選擇了過牌 Kenny呢 他應該還會覺得他的K-high 在這個面上還是大的 因為對方當然是大忙位的Adams 那Adams應該也會覺得自己K-high是領先的 所以我相信如果Kenny這邊試著要投機的話 那Adams是很有可能跟一場 可是如果Kenny敢連打兩發的話 很有可能就可以收下底線 這個River中了一個K 那我覺得Adams這邊蠻適合下一個大的一個柱 因為他應該要拿 想辦法拿到一個架子 我覺得可以下一個 可能是35萬的一個滿持的一個柱 因為對手在check兩次之後 也沒辦法對你做一個太多的bluff 那在這邊 Adams他選擇下注36萬 正好是滿底持的下注 這個bet非常的棒 這個bet非常的棒 下注了一個滿怕 還有value對手的一些手牌範圍 那Kenny這邊 應該是不會棄掉 因為畢竟中文頂隊 KICKERPLANE 我們的Adams順利收下了這個底子 這邊Adams如果他check 其實往往對手可能都會check掉 因為對手有一些A-high的話 就是不會打的 那可是 Adams在check兩次第三發 其實他手中還是會有一些bluff的一些範圍 那 所以他這邊選擇一個滿持的下注 也希望對手可以 從對手手上獲得一些支付 而且他的牌的確是一個很適合架子範圍下注的一個手牌 那我們現在 場上剩下最後三名玩家 現在我們進入一個休息時間 然後我們待會回來繼續為你們轉播 過十分鐘見 在這次周邊 知名字幕獲得很快 Trof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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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人出局呢? 好,看一下這邊Huxton 他擊中了一對9 現在給他更多的out 現在任何9或者A 他可以拿下底池 好,一張4 相信現在 Peters看起來很冷靜 可是心裡一定想說 趕快出局吧 我就回本了 Huxton 一把牌出局 第一把牌就不幸地 在這決賽桌上 被淘汰出局了 他可以拿到第六名 也是630萬港幣的獎金 那也是不錯的一個payday 那 今年 在澳洲的奧斯米聯 我們的 Ryan Kenny 奪得冠軍 看看 會不會延續他今年的氣勢 再拿下一個超高的冠軍 那這邊 小盲位 這裡David Peters拿到A3的牌 好快又要對決 這個Case也是一個輕鬆跟住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邊 兩位玩家都只有十幾個大馬的情況下 他們應該是躲不過的 那這裡A3 那這裡Jetton Ko 那這邊第二手牌 我們開箭又打了一個O-In 一把O-In一次 那也是因為他們籌碼都太少了 對 他們擠泡沫的時間擠得非常久 對啊 沒想到昨天我的偶像Ponomo 就這樣子拿死這一團 哇送頭了 那這邊我們看見Peters 他是All-In 49萬5千的擊分牌 然後呢這邊Jetton Cover他 如果他輸的話 還剩27萬5千的擊分牌 那這個翻牌對Peters非常不利 在這邊我們看見Jetton 已經擊中了頂隊 現在Peters需要任何4 或者A 才可以拿下底子 7個O-T 那這個轉牌被沒有幫助 但是給Jetton 倒帶來了可以買花的機會 所以現在這裡Peters 少了更多的O-T 那這邊Jetton 拿到了銅花 順利的淘汰了Peters 那這邊Peters 他應該是 這個比賽裡還是輸一點 的 但是 已經1萬5千的擊分牌 那其實觀眾可以注意一個小細節 在他們 Adams在小盲 選擇加注的時候 他加注了4個大盲 其實最近的潮流 我看盲住的攻防 那加注4個大盲 呃 是雖然尺寸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可是 蠻常發生的 因為你可以讓對手 用一個比較差的賠率 來進行跟你 呃 遊戲 不管你是小盲 選擇 呃 Limp 然後你在大盲 你要加入4BB 讓他進入很難打的狀況 或是你在小盲 不讓大盲 有很好的賠率 可以跟進這底次 4個大盲 在籌碼很深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 可以加注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看見就是 這德州撲克 有流行不同的時候 呃 不同的就是打法 那我們以前會看見 呃 面對 裝家衛的家族 小盲大盲這邊 會再加注比較小 那經過很多玩家研究 在這邊 是可以call 很寬的 範圍 那之後 這小盲大盲 一般在如果 再加注的情況下 會加4倍到5倍 那我們在這個轉排 Kenny持續做了一個 呃 這個稍微比較大一點的下注 大概是50%左右的下注 那 Aedans這邊有X-King 那在1對1的狀況之下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牌 所以他也覺得自己 其實X-King是有機會在 這個 翻牌上領先 那 Kenny也試著下了 兩發 來保護自己的8-8 那 如果這個River 我覺得會是一個 雙方都check的局面 那兩位玩家 合牌過牌 那這裡 Kenny順利了達到 兩條街的價值 好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Aedans的成績 他 呃 今年 看你們兩個解說 那麼辛苦 來免費打一場 好了 有老闆那麼大方 好 這邊我看見 槍口位 那這裡Aedans是一隊伍 加注到十一萬的積分牌 然後呢 祈禱我們的Delaway的Kenny 有可能選擇再加注喔 那這裡他是拿到A7 選擇加注到四十一萬五千 將近快四倍左右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有時候會看見 如果就是兩位 積分牌比較多的玩家 在一張桌上 他們會避免給 對方壓力或者跟對方打 很大的抵制 但是我們看見 在這個桌上 Aedans跟Kenny兩個人 並不是這樣 他們是不停的攻擊對方 再加上Kenny他本身 有位置的優勢啊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的優勢 對他來說算是一個 非常好的機會 對 因為他兩個生仇嘛 那坐在一起 那個 他的下架 就是 會佔據很多優勢 因為變得 因為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在短籌賣媒出局之前 你不會冒太多的風險 那如果我們知道這 兩位玩家之中 一位聽到另一位的話 那這個 玩家差不多就是我們 整個主賽的冠軍了 對 因為他應該這樣就手持 百分之九十的積分牌 那我覺得這一把牌 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個 Brian Kenney怎麼去處理 跟Adam怎麼處理 因為其實這種狀況是 很常發生的 嗯 那譬如說在這種短人桌 你選擇去 呃 去3B 你的上架 可是你是 一個完全沒有擊中的狀況 你要下注 要怎麼下注 然後在你是抵抗的玩家 你的牌不夠大 可是你要怎樣去推斷 對手的認局 要該怎麼抵抗 我覺得 像這種我覺得 就是一個撲克 很難處理的時候 嗯 那我們看見這邊 經過 Adam score牌 Kenny選擇 下注 40萬的幾分牌 那在這個面上 Kenny他用A7 銅花 跟他無關的牌 在這個面上 還選擇繼續下注 有很多玩家看見這個面上 就是 對方應該手上有很多 可以跟住的結構 應該是15 16個大馬 呃 Jetan我覺得是 這把是逃不了 這邊選擇直接O-in 或是你要跟住 要check race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 那這邊我們看見 Jetton直接加注了 20萬的幾分牌 那在這個比較 呃 濕的面上 我們可以看出 就是有很多 可以買順的組合 和買花 那這裡Jetton 他 覺得自己 暫時是領先了 所以 來了個加注 我總覺得Kenny 快笑出來 怎麼我頂三條 還被check race 對 運氣太好了 天上掉來 掉了 掉了一塊大餅 砸到自己 然後 這個應該 我覺得會是個call 然後 呃 TEN等 Jetton自殺 那這裡 Kenny選擇跟住 我們的 能不能掉一張紅心石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現在比賽現場 這裡是藍底娛樂場 在激州島神話世界 然後呢今天給大家 播的是兩百萬 買路的主賽 然後呢 這裡我們是 還剩三位玩家 一共是48手的買路 所以 就先回到 行動 我還想跟 Jetton Kuhn 有四個總統 你昨晚的第二次活動 告訴我們 什麼 秘密 沒有秘密 我們這週間 運氣很完美 你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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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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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sup against Stephen Chipwick I know he's a man you hold in high regard tell us about how much you respect his game um kinds of hardblazers I respect more I believe I'm strongly convinced at this moment he is the best New Limit Hold'em tournament player in the world and I was happy to be dealt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cards then him last night and yeah we ended up having a bunch of O-R-E-L-E-Ns back and forth with huge blinds and I won the flip for the trophy And lastly you have an amazing week like this one Are you tempted to just have a few years off Go away have a nice life I do have a nice life I really enjoy my life And I enjoy playing the game There will be fewer 70 hour weeks in my future As I get older And as I hit goals that I was aiming at But I don't plan on going anywhere anytime soon Still a young man Jason Lots of poker to be playe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atching you next time And let's see how this one unfolds Thank you That was my other one Stephen Chewie Well because I've been playing a lot I think I've been playing a lot With my name And then for the first two games Like every game And then I'm just a bit That was a hard time So in the case of the game He's got a lot of money He's got a lot of money He's got a lot of money Alright 那这里Kenny拿到了圈十童话的牌 放弃了 Smith说自己翻牌前比翻牌后打得好 因为现在他们的翻牌后都打得非常好 应该是一个比较 可是Smith本身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锦标赛的玩家 我记得我们台湾有一个女牌手Kitty郭说 Stan Smith曾经是他的锦标赛教练 好像大家都有当过他的教练 因为现在他身边有蛮多的资源吧 那这边Smith在大盲位拿下大盲主 每次出国打比赛都希望回家的时候离习箱里面可以装一个奖杯带回家 今年Postar在PC办的那一个Championship PSPC 那奖杯超大 我想那怎么带回去啊 后来他好像是可以拆解的 那奖杯超级大 那一般根本没办法带回去怎么办 然后他上面都有像那些钻石 非常漂亮的一个奖杯 这应该是史上最贵的一个奖杯 那这边我们看见小盲位Smith拿到了54 Adams大盲位的K5 Smith在这里选择跟住8万集分牌 那我觉得Adams这边在根据对手后手的一些筹码 大概是22个大盲 那我觉得这边也许他会做一个加注 因为对手现在可能也不一定有办法太多的3Ball in 那如果是Check其实也是一个会做的决定 只不过这边选择加注也是可以 那这边两位玩家进入了翻牌后 这里发出来是10-13的面 这边Adams暂时领先 高牌K 那这边Smith小盲位选择林打下注 8万的几分牌 那我觉得这个下注是蛮不错的 因为毕竟他这个4-5off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一个check call的一个 骑士手牌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一些开牌的架子 可是他可以试着去下注对手一些 让对手一些比他好的牌盖掉 那基本上对手应该绝大多数的牌都比他大 因为毕竟他只有5high而已 那他这边如果有一个后门顺的机会 他可以继续选择攻击 那这个转牌带了一个8 在这边没有任何玩家有击中对手 那Adams在我们之前有看到他跟Kenny对决的一个手牌 也是选择一个用khigh防守 那尤其khigh在这种叠牌的结构上面 khigh还是领先蛮多东西 我记得上一手是AA10的结构 他选择抵抗一个k2不同化 然后转牌掉一个k 然后rever忘记掉了什么 反正rever还做了一个1bb左右的一个下注 那这个合牌 我们看今天给Adams带来了两对 现在是kk448的踢脚 那之前看过我们短牌转播的观众应该知道 完全没有开牌架子的时候 要试着去偷diss 不然就输定了 可是现在我们Smith只有一个5high 他也是完全没有开牌架子 那在长排里面 是不是要跟短牌用一个一样类似的策略 试着去抢下这个diss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不然这个check可是输100%啦 那bet是有机会赢 那这里小毛卫 他选择下注14万的积分牌 好 我们的Adams 所以其实好像也是差不多的策略 这完全没有开牌架子的时候 这些高额职业军头 他们基本上都不会放弃 所以 这一点 也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 当你开不了牌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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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 发出来 是三张k的面 在这里kani的go 还是领先 那我们的Adams会不会主动下注呢 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因为 因為他這種下注的方法其實跟剛剛我們所看到的Dance Meets的想法應該是類似的 因為畢竟他的牌沒有一些碳牌價值 可是他選擇LIMP的玩家 他的手牌很有可能對於大盲的check 大盲等於是100%的牌 所以對於大盲來說 大盲可能也是沒有這麼好的起始手牌 那假設他是因為Kenny有一個勾牌 那如果Kenny有另外一張牌 可能是9以下的牌 或是一張10的牌 可能就會被Aden這邊打蓋 那 Kenny Defend一個Go High 我覺得算是一個Defend的一個 最邊緣的一個範圍 如果你要他Defend一個10 High或9 High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是蠻不現實的 那這邊Aden在轉牌選擇過牌 那Kenny也選擇了過牌 所以其實連續的這兩把 其實可以讓觀眾加深一下印象 其實他們的策略其實都是 都是一樣 那所以如果這兩把真的是這麼類似的話 我相信Aden這邊因為他開不了牌 是否River也要下一個20萬左右的Buff 試著把對手打蓋 因為他如果知道對手是抵抗一些High卡 假設抵抗一些Q High或K High 那其實在River他其實是很難跟住 確實在這裡選擇了下了20萬的幾分牌 那我們看見合牌這邊 Kenny他中了葫蘆是不會氣的 他選擇跟住 然後呢Aden知道他是輸了 在這邊Kenny拿下抵制 我覺得這兩把牌剛好連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教材 可以加深大家的印象 讓你們觀眾讓大家覺得 有時候在這種狀況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把牌是一個蠻好的範本 那我覺得這兩把牌 贏的人跟輸的人 兩個人打的都非常的好 對只是假設他真的是夠 還River沒有裝要這樣死 River這20萬 也不一定能跟得下去 跟不下去的 對非常難跟 就非常的邊緣的一個Hero Code 就非常的困難 對 這兩手牌都非常相似 這兩手牌都非常相似 那這邊小毛衛 Kenny拿到K10 1.415 大概是16個大毛 是1.515 2.521 你選擇P2.515 K10 你選擇P2.515 找P2.515 其實對於 Smith 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他就一個大盲就是要損失兩個大盲 每次上大盲就損失兩個 一個大盲一個前駐都需要8萬 那這一共是每次大盲位需要支付16萬在翻牌前 那這邊我們看見 Timothy Adam 現在是我們這座的幾分排領先者 是72個大盲然後Brand Kenny是61個大盲 然後呢 Dan Smith是幾分排最少的玩家17個大盲 我們現在盲柱級別是4萬8萬前駐8萬 那現在是4萬8萬8萬 所以我們的 Smith 瞬間他的 籌碼現在只能下15不到16的大盲 那這裡小盲位 Smith拿到全2的牌 這是稍微比較邊緣的啦 就是我覺得因為他的籌碼 我覺得有可能會直接蓋掉了 還是他要選擇另噴呢 還是選擇了一個Limp 對 我們在這職業玩家中 看見他們放棄想忙的次數很少 就用84的這種牌 他們等於也都會跟住進來 他們不怕就是有位置優勢的下位玩家 那Adams組員也是一個 可以直接All-in對手的一個手牌強度 謝謝 謝謝 響鐘 說,服務 謝謝 那Adan這邊 三七童話 是否會繼續選擇Limp呢? 就像我們剛好聊到 我們的職業玩家很少 在小忙放棄一些可以進行遊戲的手牌 那這邊 我們的Adan跟我們的Kenny 都有一個卡順的機會 那我相信Adan這邊應該會選擇一個跟住 而且他有後門花跟一個卡順的機會 而且在這結構上他可能相信自己中了七還是有機會會贏的 那如果轉牌沒有什麼幫助的話 Adan如果遭遇下注應該就要蓋牌 這邊抵抗一發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其實在這個結構上 假設Adan有中一個六或中一個四 也是有可能會選擇做一個 也是很有可能會做一個 那現在Adan有一個 那現在Adan有一個Betor Frustro 後門的花的聽牌 後門銅花順的聽牌 那這時候他會不會用一個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 主動下注的招式在這個轉盤 我們在昨天看過Huston 用